Sumif 當然這個地方也可以把它改成用VBA來做 這個地方第一個我們插入函數 裡面可以用數學與三角函數 數學與三角裡面有個sum開頭的 剛才有sum product sum product上面會有個sumif 這個sumif其實顧名思義 就是假種 但是後面有個邏輯判斷 所以按確定如果說range指的是你要判斷的範圍 就是部門 那判斷什麼criteria條件 條件是銷售部的 那幫我加種起來 OK那這邊的話4500 反之的話底下這個公式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把這個公式 這個B3改成開發部 幫我把開發部加種起來 如果說今天我們 判斷的範圍在這裡 加種的範圍在這裡 OK那如果說今天 同樣的邏輯 假設我要把它改成 用VBA來撰寫的話 OK 那這個地方又要該怎麼做 如果我今天希望輸出呢 輸出到哪裡呢 假設我輸出到 18跟19這兩個儲存格 18是輸出 那個銷售部 19的話是 開發部的話 那程式該如何撰寫 其實這個邏輯呢 跟前面我們寫過的程式 還蠻像的 怎麼寫呢 For i 等於 第3列 到第7列 對不對 然後呢 if什麼呢 條件呢 if b欄的 i列的b欄 等於銷售部的話 Zen 做什麼呢 加總 所以這裡關鍵就是說 如果未來 你在程式裡面 需要什麼 需要加總的話 其實加總並不困難 只是有些同學 好像 在VBA裡面怎麼加總 這件事情 好像不太熟 所以後面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針對那個加總 還有什麼 除了加總後面還會提到 那個加 比數的 加多少比數 這個 部分呢怎麼做 那比如說我今天需求類似像這樣子 程式該如何撰寫 接下來當然我們可以寫一個 比如說 這邊有一個 我在 我看這邊 獎金好了 假設我今天 產生一個獎金 那程式的撰寫呢 當然第一個 一樣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的話呢 也許叫獎金 然後再來 寫回圈嘛 所以基本上呢 慢慢你要習慣 我標準做法是 先跑4 i 等於 第幾列呢 第3列 到最下面一列 不過因為現在這個 有一些 那個會影響 所以我們就直接先打7好了 3到7 Next 然後做什麼呢 邏輯判斷 if b欄裡面的資料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是打一個 Sales 刮虎 哀烈的 B欄 如果怎麼呢 等於什麼呢 銷售部的話 特別重要打字 其實同學比較容易做錯 應該是打錯字 或者那個 小細節 可以打慢一點 沒關係 銷售部 然後 這邊 如果是銷售部的話呢 那就幫我怎麼樣 幫我加總 反字的話呢 就幫我 其實就兩種 所以 你看 打一個Enter兩下 打一個Ls Ls反之 反之當然就開發部 所以Endif OK 把結構先打完 然後呢 加總 那加總的話 特別注意喔 我的習慣是 產生一個變數 叫 sumA 等於 sumA C 加 如果是銷售部的話 那就什麼 SumA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你加你就是 確定的是他同一列的C欄 因為我判斷在B欄 加總在C欄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打一個Sales 我要加的是I列的C欄 OK 把I列的C欄 他的那個獎金加起來 那反之的話呢 A就是把什麼 這邊我一樣的 只改一個B好了 反之就是開發部嘛 所以這邊改成B 那一樣 把C欄的東西加起來 所以一個sumA 一個sumB 那全部加完之後呢 最後你要輸出到哪裡呢 我要輸出的位置 輸出到那個 就是 這個18跟19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就輸出的寫前面 那這個地方因為是固定位置 所以我就用Range 18 等於什麼呢 等於我最後sumA 所以你就打一個sumA 反之另外一個就是sumB 所以把這個公式 貼上 然後這邊改成什麼 19 等於sumB OK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 上面的回圈 是做判斷 和加總 下面兩行呢 是把最後加總完的結果 丟到我指定的儲存格 所以類似 這樣的寫法 我想工作裡面還蠻多類似像這樣子 而且有些時候 剛好某些函數 他剛好沒辦法達到你要的這個 結果的話 那恐怕你有必要自己來一下 那把最後結果輸出一下 那當然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按個中 中斷點 執行 OK 一樣 打錯字 Sales 這邊打一個 Sales 好 其實理論上 移開他會 變大寫應該是正常 OK 那再來全部加完了 4500 2500 所以這邊的話F8 輸出 執行好了 全部執行 4500 OK 那你會發現 他最後呢 就幫我把最後加總的結果 分別丟到這邊來 4500 2500 OK所以這邊的話 得到了結果 就得到 OK 利用那個 VBA裡面的話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請各位這個地方試一下 獎金利用那個 類似三米幅的這種方式 那底下的話還有一個所謂的銷售 銷售人員 這個銷售人員 其實概念上都差不多 是判斷這個地方有沒有大於等於 這個5萬 如果有就加這個 所以其實 程式 當然你會發現 跟那個 剛剛這一題還蠻像的 所以 比較聰明的做法 乾脆 如果類似的程式 有的不用重打 怎麼樣 複製 貼上 不過很危險 因為我發現 同學不要弄出錯的事 貼了之後 就是細節 有些沒有地方 沒有改 有些地方該改沒改 那 改哪些地方呢 把獎金改成銷售額 所以貼上之後這邊 Sub改成 銷售額 然後 我要判斷什麼 這個一樣 所以這個 for I 等於這個 I 應該是 15 列 到這個 19列 所以這邊的話 改19 然後判斷的是 這個地方 應該是B欄 要大於 所以這邊要大於多少 大於5萬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這個要 把它 直接 輸入 直接用大於5萬 這個是一個邏輯判斷 那如果他的條件為 處的時候做什麼 幫我把它加裝起來 加的也是在C欄 可是反之呢 反之不要理他 所以把反之L10 刪掉就好了 OK Delete掉就可以了 最後要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到他的C 20的儲存 假設我要輸出到C20 C 20 假設輸出這個 輸出什麼 Sum A Sum B要不要 Sum B不要 所以把Sum B delete掉 好 程式寫完了 其實 反而比剛剛更簡單 只是你如果不確定 最好還是加個中論點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OK 26個 他這個地方的話呢 最後的結果 也會是 會是我們要的 所以這裡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在 獎益 雲端上也有最後完成的畫面 稍微試一下 獎金 銷售額 OK這個是有關那個 跟 Sum If 比較有關係的 那待會再來看有關Count相關的 如何 剛剛是 加總之後 判斷 判斷之後再加總 那待會的話呢 是什麼 判斷完之後再加數 加個數 OK所以等一下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那個 我們的 個數部分 你可以 看一下這個 在 Count If 部分 哦